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侧面都是白色的 感觉比白色相符还要坏 从外观上其实看不出来是一个高大模型的 然后盒子的大部分印着这个巴巴托色的logo 在背面印着它的玩具厂商叫魔将魂 就这个叫魔将魂 不好意思更更麻烦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在台湾销售 据说还是某个已经挂掉了厂商的残党出品的 这一次也是特意拜托各位空运回来 本来价格只要140左右 现在大概要200多吧 对这个翻模的东西来说还是不太值 毕竟原版的H&M也只要700左右 相比下来信价比不算太高 其实我感觉对于这种类似于MG格格的东西来说吧 板件不是很多 它这个骨架只有1 2 总共有5件其他的就都是外甲了 先看一下这个白色的板件 细节上还是挺清楚的 感觉有种过世水果的风范 这个蓝色的板件肯定就没有这种圆版的涂装 还有这个黄色也是了 看到这个红色板件 这两个是肩膀就是这个地方 还有这两个膝盖 但是没有做成透明的配件 另外它给了两对这个眼睛 不过也不是透明的 虽然原版也不是透明的 那板件就先放在这里等我拼完再过来 终于拼好了 其实看上去大体和这个HRM长得还挺像的 仔细看的话差别还是挺大的 组合度嘛还行 但是和万代完全没得比 有的地方还是需要用到胶水的 另外这一款巴巴托斯 它在关节上面没有使用软胶劲 所以把持力度还是可以的 比原版的这个要好上不少 单纯把腕体验上来看 其实还挺不错的 把这一种pose的话是几乎不会报价的 有些地方结构还是有些区别的 比如说这个脑袋嘛 和原版的HRM不太像 反而和这个TV版的更相似一些 所以如果要不见的话 还是要看准一些 拆开以后就可以看到了 它这个头部完全就是TV版的结构 再来看一下它这个骨架 本来以为了这个骨架是和TV版一样的 结果发现它其实是结构和TV版一样 但造型上是引用了这个HRM版的 但是这一款它把HRM双层的细节都省略掉了 比如说它们之前很嘚瑟的这个抑压杆 现在都没得了 并且它全身的这个接口是几乎不通用的 所以如果想装点互换的话 几乎不可能的 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武器 分色不一样 但是结构是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啊 泛国的这个在折叠的时候 会榨一条缝出来的 最后就是这一把刀了 其实没有什么好说了 它除了这个涂装以外 细节几乎是一样的 可是这一款泛模啊 它既省离了一些骨架结构 又省离了涂装 而且现在淘宝上差不多要200多块钱 将近原本的三分之一 实在是发不来 虽然这一款巴巴托斯啊 我们本来是想做不见用的 但是实在是用不上 而且性价比还不差别 这里呢 就不推荐大家购买了 如果小伙伴们以后再遇到这一种 可能有雷区的产品 不妨告诉我们 我们替大家擦擦嘞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金金 拜拜